农业智能化花蓮县府从110年起推动智慧农业向下扎根计划 希望将农业的科技引进学校教育 12号在花蓮县立花岗国中办理智慧农业教育成果发展记者会 透过现场采收料理体验 让师生在校园内就可以体验智慧农业的各种可能 花蓮县府自110年起推动智慧农业向下扎根计划 12日于花岗国中办理智慧农业教育成果发表记者会 将农业科技引进学校教育 导入AIOT人工智慧等 当学生在校园就可以当城市小小农夫 期盼从国小到大学都能一脉相承地发展智慧农业各种可能 智慧农业做了以外 其实我们有跟农场跟学校 还有我们还有成立技术团队 就是让场观学三个来结合 来探讨整个智慧农业在农业上的应用 那今天就是成果做出来的话 那我们也有邀请我们这个厨艺老师 把我们的菜做成好吃的料理 就是跟师农教育来做结合 我们从去年110年跟这个花蓮县在推动我们智慧农业 从我们的东竹国小 以及我们的花岗国中 还有我们的花莲农工 以及在我们的瓷器科大 瓷器大学 还有东华大学 以及我们的农友 五级在做智慧农业的推广 是一脉相承的 无论是摄影机 摄像头或sensor 这个部分 还是要加上我们的农友的需求面 那才能让我们的智慧农业 才能真正的落实推动下去 而不是只是做学术端的一些数据的研究科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以学生在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所种植的蔬菜 蓬仁出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同时也开放智慧温棚参观 让学生当导览员 解说智慧温棚的架构理念 智慧农业示范基地除了花岗国中 还有东竹国小与花莲县水产培育所等 希望加速县内农业智慧化 向下扎根 让经验优化与传承 记者长包业华联士报导 感谢观看